男安女团Blapping成员Rose在纽西兰出生澳洲木耳本长大 Rose为了庆祝团圆寄宿的生日 在IG先动分享了两人的合照后留言 我们可爱的大家支持你 非常非常祝你生日快乐 希望你度过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天 相当温馨可爱的祝福贴文 全一位Rose可爱的使用 非常非常挪木挪木一词引发了争议 其实Rose使用的非常非常挪木挪木 只是非常非常挪木挪木的可爱语气 当时在韩文挪木挪木一词 被丑女论坛拿来贬低读音相同的 男韩已故前总统卢武炫 从此变成负面用语 Rose在被粉丝提醒后火速删文 并将挪木挪木改回正确用字挪木挪木 而网友们认为或许他在国外长大 是为了可爱语气才使用 并不熟悉男韩网路文化 因此事件没有继续蔓延